我们今天继续关注云计算市场 其实我以前的视频经常说 AWS的先发优势在慢慢被蚕食 这篇文章跟我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就是说AWS的先发优势被微软谷歌追平 这个标题是追平 那我们看一下真的追平了吗 这如果真的是追平的话 比我想象的太快太多了 因为本来我知道它的优势是在被蚕食 慢慢在慢慢在减少差距吧 但不至于追平吧 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具体说什么 说那个20年前呢 这里是讲当年了 对吧 卖书对吧 亚马是卖书起家的 回顾了一下历史 然后呢 AWS在苹果发布iPhone前一年推出 然后改变了科技行业 对吧 如果说苹果巩固了移动时代 那么亚马逊开创了云计算时代 就是说它的先发 它是第一个做打下这片江山的 其实就是以前也说过 为什么谷歌没有 没有作为第一个开创这个云计算时代的 因为亚马逊它当时需要机器 就是它的 它那个在peak time 就特别需要机器 但是过了那个holiday 它就不需要这些机器了 这些机器多出来怎么办 对吧 云计算很大的一个程度就解决了 这种就是这种抖针 抖针的这种问题 对吧 你可以想象如果以前的年代 如果你需要创业的话 你需要购置机器 你需要买机器 机器还要运过来 对吧 而且这些硬件呢 到你手里 然后呢 你还得安装啊 你的维护啊 你得 你得有足够的空间 对吧 你得有个地方吧 对吧 放这些机器 管理起来 对吧 而且就就不是统一化管理 那么有了云计算以后呢 一他人他可以用一个人专门管所有的机器 就就人力成本也可以降低 对吧 统一管 对吧 二呢 就是说你不用有那么漫长的周期 你你要机器随时给你 你就随时就可以有 对吧 一分钟的事 不需要什么购置啊 然后慢慢到你这来 ship过来 对吧 还有呢 就是说 呃 你不用担心 就是说 呃 就假如你购置多了 你机器买多了 对吧 你机器或者机器买少了 对吧 这个budget的预算就比较 就因为你是pay as you go 对吧 你用多少时间 你付多少钱 而且你不用dedicate的people 去管理这些机器 对吧 就是呃 那全部都交给那个云计算的 那个云的provider 对吧 那么他们会专人 对吧 那而且他统一化管理 他成本也能降低 所以就就还是那类似 电厂的概念 对吧 你每家弄的发电机 你自己维护 自己维护这个发电机 跟统一电厂 对吧 所以肯定是大家可以 就这样对比可以理解 对吧 那么他这里就呃 讲了就前段时间 那个invent 那个亚马逊的 那个云计算大会啊 啊 每年一次的吧 应该是 然后呢 他就是让公司 能够租用计算能力 啊 这个意思啊 这个回顾了一下历史吧 那么小小萌芽 创业新时代 那么这里又追溯到2000年 那么这里我们就 稍微跳过去吧 在这里回顾了一下历史啊 说那个 亚马当年是怎么起来的 云计算怎么起来 对吧 他那 从 而且他这里提到 就是说他那个 呃 除了云计算的 他还 做了机器人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数据库 方正的应用程序 对吧 啊 那么这里他别的就是说 基于云计算的这种相关的 其实他做的挺不错的啊 那么 机器学习呢 会让亚马逊发生重大变革啊 这里就讲机器学习了啊 他说呢 AWS对专业数据库的全面支持 减轻了客户压力 其实 就亚马就 基本上去 Oracle就做自己的 那个 数据库 对吧 呃 就是你可以用他的 那个 RDS 对吧 嗯 然后呢 AWS的每季度花费数十亿美元 建设新的数据中心 或者 或者扩建现有数据中心 就算他growth很快啊 就不断在增长 其实就是说 他这里在扩数据中心啊 我们这些老百姓啊 就计算机需要越来越少了 对吧 因为我们用他的机器 包括企业啊 什么都转到云了 就 就大家就知道 这些各种公司吧 就自己的 就慢慢不 不用自己的数据中心了 就自己的维护人员都不要了 对吧 就全部都用云了 对吧 那么据亚马逊报告呢 作为第一个进入云计算市场的公司 AWS获得了五法估量的好处 对吧 2018收入猛增47% 达到257亿美元 这就是18年最近的啊 最近的一年了 已经是啊 在AAS市场 对吧 对吧 Infrajecture as a service 那么他 亚马逊占的是7%啊 AAS呢 呃 如果你对营计算不了解的话 但我简单讲一下 AAS就是相当于卖机器 你机器 你机器租过去以后 你自己configure 你要安装什么东西 自己装 对不对 自己装database什么的 PaaS呢 就是platform as a service 就是这种东西给你装好了啊 database就是你直接用 就是你不用管 他我给你backup什么东西的 就是你把它当一个 就是相当于platform as a service 就现有的框架 你就直接用就行了 你就对代码编程 你就管你的application 这样的 稍微点一下啊 所以它分成 它云计算也分成的 就是最下面的就是RAAS 就纯粹卖机器啊 再往上就是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就是卖 嗯怎么说 那你就是对着 你只要写application就行了 对吧 application 它这个 你的框架 它只要支持的话 呃就就 它就自动给你起来了 就不用管后面的机器啊 什么的啊 在database 它都帮你管好 对吧啊 那么竞争对手 微软紧随其后 大概是从12.7% 上升到15% 对吧 那么这里说呢 AWS有望啊 超过甲骨文啊 就是这个意思 成为第二大企业软件提供商啊 对它估计很好啊 那么这里都是说它比较好的 说 他亚马逊取得这个成功归结于14条leadership principle 估计要被一堆人喷了啊 大家面试都要考这个leadership principle 很多人吐槽死了啊 反正BQ啊什么的 anyway我们这个就跳过去了啊 好 那么我们看下后面主要说的那个 前面的回顾了那个亚马逊的过去 对吧 那么这里就是说这个竞争对手猛追要分蛋糕 对吧 我们就说他那个先发优势逐渐被蚕食 对不对 好 AWS的云端的光芒在今年10月被打破啊 主要就是这个跟国防部的那个 100亿的美元重磅合同接待 最近可能还在告 亚马逊还在告那个川普 破坏了这个合同 反正微软的又反过来怼他说我们就是靠实力拿到的啊 大家自己可以查一下这方面的新闻 我就不说了 反正就是亚马呢也就是告这个告基本告不成功啊 反正就就就反正那个法律部门的人养着也是养着嘛 对吧 那么干点事呗 反正告总要告一下了 对吧 反正基本告不成啊 然后呢 那个微软就发表声明说 我们是靠实力赢得这个合同的啊 反正具体什么原因赢得呢 这个东西 我觉得吧 亚马逊主要是前段时间出那些问题 什么安全漏洞啊 就有个黑客啊 把他那个云里面的那个什么 那个密码账户全部拿了 对吧 好像是capital 1 还是什么公司的 对吧 那人家影响不安全了嘛 这个还是挺影响挺大的啊 就好像有个变性者吧 反正就是 反正也是个挺古怪的一个人吧 就是 就是黑进了那个AWS 然后呢 把里面的那个机器上的那种token啊 反正这种账户密码全部给拿了啊 然后呢 亚马逊都不知道 然后呢 他本来不说的话也没人知道 就是他自己去炫耀 给他本来炫耀 反正就 就吹牛逼 很多黑客就这样的啊 反正也挺难理解 他也不卖钱啊 对 他也不是为了赚钱 他就显得自己牛逼 我记得 呃 早些天还有个Facebook的hacker 把那个Facebook的token 呃 就是Facebook有个bug 有个漏洞吧 就是可以 反正token就可以泄漏了 就是你可以 呃 拿到这个token以后 你可以就是 你就可以 呃 黑进去 就是说你可以装 伪装成任何一个用户 对吧 任何一个用户 然后他把这个事也是 发在Facebook上 就吹牛逼 呃 显得自己很牛逼吧 反正就 也挺搞笑的 很多黑客就这样啊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牛逼啊 我黑你不是为了赚钱 我就是为了表示我厉害啊 就是我 我有能力把你 把你给黑掉啊 就是黑客的那种心态啊 那么他说 那个微软 云计算呢 在2018年 抢走了1%的市场份额啊 这个也还好吧 才1%呢 呃 然后呢 他这个分析师预计呢 就是说 呃 如果云计算成为微软最大的业务 在2023年将达到900亿啊 那么 嗯 这里呢 微软对获得接待合同 几乎只字不提 但微软呃 那个Asher的数据 区块链人工智能总经理 那个 John吧 表示说 我们看到地球上许多最大的公司 采用Asher模型的原因 与国防部选择微软的原因相同 那呃 这里可能就暗示就是说 国防部都选我们了 对吧 你看 国防部都选我们了 你们这些小公司 什么大小公司都应该选我们 就是国防部这个单子 就是说 像一封强行计吧 就是说 呃 因为国防部就是说 从安全的角度 他会考顾虑的比较多 他最后给微软 那说明微软的 呃 其实微软 我当年大概是 我想想看 我大概是11年12年的时候 在微软的时候 当时大概是微软 刚刚 就Windows Azure 其实当时成立也没多久 呃 当时刚刚pass了那种 就是security方面的那个审核 就是你要跟政府签合同啊 你的你的软件 你的那个云计算 这个东西必须得pass一些regulation 就是什么 就是说就代码一些方面的东西 就是要过那个安全审核的啊 不是你随便搞随便搞就就能够接这个合同的 就当时给一些政府部门 微软最开始是不能跟政府部门签合同的 是因为他还没有能力达到就是pass那个 那个就审核啊 因为他其实当时微软的代码也挺乱的 什么那种就是程序的password的都直接写在代码里面 大家知道一开始很多公司写代码的时候都挺乱的 最开始开发的时候嘛 就work就行嘛 对吧 就是快唱狠 对吧 快唱狠 然后他这种代码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密码呀 config呀 就是配置啊 全都写在那个代码 全都写在里面 都放到云上面 一查就查的 就很容易黑的 后来他就是为了pass这个security这块的相关审核吧 他就是做了很大 花了很大的力气 查这些东西 然后让你把这些代码全部去掉 就是他有secret store secret store 忘了 就微软有自己的那种 就是一些mechanism存密码什么的 你不能明文存在这个文件里呀 或者是代码里面 那不疯掉了 对吧 太不安全了 反正就是说 微软做了很多措施 然后就pass了那个security 那才11年12年吧 那么到现在他其实就一步一步过来 其实这块你要把数据安全做到位 其实要下不少功夫的 所以AWS我感觉是这块输了 那么而且呢 就是如果这个政府选择了微软 接下来别的公司可能也会陆续选择微软 就有这么个连锁效应 因为那么大的单子给微软对他放心 对吧 这就是变相就是个大广告 就是微软都不用宣传 微软如果跟别的企业2B的去做生意 说你看国防部都觉得我们安全 对不对 那也就意味着以后 AWS跟那个微软抢这种客户的时候 他很难抢 对吧 因为微软就有国防部这个单子 做靠山的话 就很容易说服别人了 那AWS就很 就这个事情就 所以这个事情 大家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 就是将来几年 这个事情的影响力 其实挺大的 很有可能就把AWS拉下马了 那么AWS跟AWS之间进行选择的公司 不希望完全锁定这些供应商 对吧 那么这里的IBM也想分点根 对吧 这个他讲的话 他当然希望你不要锁定AWS和AWS了 对吧 你就要选我们了 对吧 那Google Cloud 这个首席办公室创始人 反正他说 81%的CEO正在使用多个云计算 就最好能多选择 多云战略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我感觉这些 后面的讲的感觉不置可否吧 我觉得 他这里就说 大大小小公司正在采用各种各样的云计算服务 对吧 AWS高管也感同身受 这是 对云计算是一个不断增大蛋糕 就是云计算这个蛋糕还在增长 还在增长 我感觉这篇文章说追评 我没看到他哪里追评了呀 哪里有数据表明他追评吗 我感觉这个有点标题党了 这个这篇文章 其实从头到尾 并没有说有数据表明已经追评 或者是 我觉得差距在减小 但是目前还没追评 将来还得看吧 但是那个合同的单子的影响肯定在那边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吧